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消防局19号的上午是举办了 19消防节继GU人员表扬大会 县长徐振卫亲自到场表扬GU的消防员和益销朋友们 感谢他们对于社会所奉献的心力 为了感谢大夫弟兄姐妹们无事无我维护公共安全 花莲县消防局19号在花莲县天堂乐园隆总举办 119消防节及GU人员表扬大会 由三间花莲县义勇消防总队长的县长徐振卫 亲自表扬结束警役校以及荣退役校人员 肯定他们长期以来守护乡亲安全的辛劳 场面温馨隆重 我们在救灾救难所有的在第一线的伙伴 今天是119消防节 这几年我们的消防能量 真的全国唯一岛内定义 我要再一次谢谢大家 给花莲县政府力量 给花莲县政府鼓励 更给消防同仁消防局全力的支持 公务门的经费有限 但是我们用心用力 一块再十块钱用 民力无穷 我们更希望将我们力量的延伸 将我们的宣导以及救护的尝试 能够深入村里部落学校 因为唯有平时的努力 坚实的训练 才有 灾难发现当时的危机反应 互相的救援 再一次感谢大家 也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119消防节快乐 365天天天健康快乐 宁安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 而这次庆祝大会当中 消防局特别展示 今年度即将焕发新式的消防衣帽鞋 戒篇备备架 以及面罩费力法阻 救命器 以及各项抢助车辆装备 而这次消防疫为2020年全新欧洲进口 在构造上可以抗极端的热打 防烟火水性以及水蒸气渗透 提供消防人员 活场抢救最好的防护 而且在保护上达到最高的标准 记得九万位 今天小伙党